针对美媒报道称美国议员即将推出 针对新疆人权的法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14日记者会上 隔空喊话美国议员 到底是哪里来的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让他们对其他国家的内政说三道四 华春莹在回答问题之前 先反问提问的路透社记者 你的心里是怎么看待美国这些议员的做法 之后又欲重心肠的告诫记者 报道的时候 要把美国国内自己存在的问题讲详细一些 透彻一些 这样才能让他们 看到和听到外界是怎么想他们的 华春莹称 这些美国议员拿着美国纳税人的钱 本来应该为本国人民服好物 但是他们总是有选择性的 忽略本国面临的种种问题 特别热心地去干预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 而且这些干涉是基于一些错误的信息 和强烈的意识形态的偏见 接着 华春莹引用国新办今年发布的 2017年美国的人权记录 称美国存在系统性的种族歧视 加剧了社会撕裂 执法司法领域存在系统性种族歧视 华春莹说 美国全国免罪记录中心 2017年3月7日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 非洲裔美国人被误判谋杀罪的可能性比白人高7倍 被误判毒品犯罪的可能性是白人的12倍 针对同样罪行 非洲裔男性罪犯的刑期 比白人男性罪犯平均高将近20% 少数族裔群体在就业薪酬等方面处于全方位劣势 超过四分之一非洲裔家庭的净资产为零或负数 42%的受访美国民众表示 对美国的种族关系感到极度担忧 58%的受访者认为 种族主义是美国社会的一个大问题 我希望美国这些议员更关心自己国内的事情 把自己的事情做得好一点 如果通过他们的努力 能让美国少数族裔民众 像中国56个民族人民一样 享有平等、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那是一件极好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